今天这期节目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呀 是一对夫妻 应该说是曾经的一对夫妻 她们能否复合 能否在我们这里产生新的火花 就要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录制了 首先让我们用掌声有请这位女士 您好 方芳你好 请到这里来 我知道今天你来到这里是非常委屈的对不对 您告诉我 您来这里希望我们怎么帮助您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您现在家庭不完整了 对离婚了嘛肯定就不完整了 什么时候离婚的 5月30号 5月30号到今天整整三个月 也就是说您后悔离婚了 反正结婚15年了吧 一直都觉得挺牙抑挺委屈 但是真正离婚以后 觉得好多问题 自己都解决不了 觉得而且孩子也有 我觉得孩子有变化 也这个岁数了 真是受不了这个刺激了 觉得特别需要稳定 也就是说 其实在三个月前 您非常的想离婚 但真正等离婚以后 又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干嘛我们不把这日子好好的过下去 说到离婚这件事 萧女士哽咽了 原本她之身一人从东北到北京闯荡 无依无靠 直到她遇到了前夫田先生 两人情投一合 很快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小家 但是如今 她在北京唯一的依靠 唯一的家 也在5月30日这天离她而去 面对着离婚后的种种变故 萧女士的内心 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好 请坐 我觉得今天的这期节目 非常有社会意义 在我们如今这个离婚率 比较高的这个年代里 其实很多人 当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 就选择了离婚 而也有很多人像您这样 其实离婚之后 还是有后悔的 还是有觉着没必要的 那么非常感谢您今天 勇敢地走上这个舞台 我们来听听你们的故事 离婚是5月30号 这三个月怎么过来的 这上三个月 反正就是自己忙着装修嘛 然后装修的时候 就是反正自己想的是挺好的 但是 哎呦 就做出来的那些个东西啊 就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这三个月来 您跟您的前夫还住在一起吗 对 你们还在一个家庭中生活 没有搬出去 没有 因为我没装修完嘛 等着装修完 你要说话吗 很少 反正说话也吵 只要说话就吵 孩子呢 孩子怎么说呢 我觉得变化也挺大的 就是朋友们也都说 说的 其实朋友都觉得 我们两个没必要 朋友也说 说的 将来如果孩子有什么事的话 你们俩后悔都来不及 你说的反正离婚 对孩子肯定会有影响 您的孩子多大了 十二岁 刚十二岁啊 孩子知道你们离婚了吗 现在知道了 他知道的时候会很惊诧吗 没有 因为你们经常在争执 经常吵架 所以觉得也挺累的 也就是说 这三个月来 其实您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对不对 对 离婚的这三个月以来 萧女士的内心始终备受煎熬 纠结于是否复婚的问题上 离婚后 无论是孩子的内心变化 还是自己内心的无助感觉 都让她十分后悔 当初的决定 但是 复婚却同样让她不敢选择 前夫田先生的态度 让他们曾经的婚姻苦不堪言 如果复婚 那么今后的生活 便仍将像洪水猛兽般 吞噬萧女士脆弱的内心 这也是萧女士 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 那一天是谁替出来离婚的 还是早就想好的 是我 就是这个离婚 也不是真的不是想一天两天了 就是真的是特别想离婚 谁让我怎么想的 也就是说你的丈夫也是同意的 他这么签了 你不同意也同意 你们俩是通过什么方式离婚的 协议 协议离婚的时候 谁抚养孩子 他要要吗 我要要 他也要要 男孩女孩 男孩 孩子抚养权归他了 那也就是说 您为了这个离婚 是下了巨大的决心 对对对 甚至就没有抚养权 我都要离婚 所以就这样 5月30号 你们去办理了手续 我特别想知道 从民政局一走出来 什么心情 是阳光明媚的吗 心情 没觉得阳光明媚 就是觉得放松了 好像挺轻松的 离婚之后 当天晚上你还是回那个家了 嗯 你们现在是住在一个房间里 还是分个房间 分房 分房在住着 就打我们拆迁以后 就是没离婚的时候 我们也至少离多 就是也基本上都分着睡 她肯定是不高兴的时候 肯定可爱一点吧 分着睡比一起睡的日子要多 嗯 那么 您到家以后 有几天时间感觉是不错的 嗯 不太多 反正 离婚以后 就是觉得 当时真的是觉得特放松 就是 以前我也经常失眠 就刚离婚的时候 而且还不失眠了 我都觉得很奇怪 睡着了 睡踏实了 对 你会不会觉得 美好生活就此来到 可能是有 期待是这样 对 结果 呃 从哪一天开始 你突然觉得这个婚礼的 有些仓促 主要就是装修吧 当然还有更多的事 比如说孩子之类的 装修怎么了 就是装修的过程中 然后我就好多事情 都处理不明白 嗯 就是那个 给我做橱柜的 那个橱柜啊 哎呦 做的 做工非常糙 咱们编导去的时候 也看见了 我让他看了看 就那个门的缝 就有 就特别大的缝 谁家 谁家的橱柜做成这样 但是又没办法 以前这事都是 你老公在弄吧 对 但是就是我们以前 那两居装修的时候 是我们俩一起去 一起去 但是我也就是 悬悬我喜欢的样子 我也就是操这些 剩其他的 那是男人的事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下一下 让你男人女人 一肩挑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哦原来一个人过日子 如此艰难 对 是 你开始惦记 那个人的好了 有点 你没让他回来看看呀 你帮我弄的那橱柜 我是跟他说来着 这肯定就趁着我不管嘛 我跟他谈 就是说 咱们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就是说 孩子也这么大了 就是 孩子 怎么说呢 我这个妈再不好 是亲的 我肯定没有害她的心 是吧 你说你跟孩子关系也不好 孩子跟我不是很亲 我也很奇怪 今天早上我还说 我说 我说妈 又不是说 今天妈你扔就不管你 明天去打牌 我跟你跳舞的 就是 始终都在你身边 也 也不是不管你吃 不管你喝的 你怎么对妈 怎么 就跟妈不亲呢 我说你小孩都跟妈亲 反正 现在就觉得 我挺失败的 你还是老闹 你说这孩子 她能能给你那什么吗 尽管装修的问题 让萧女士十分无助 孩子的疏远 更是让她追悔莫及 但是无法相互理解的夫妻生活 也同样让她痛不欲生 到底离婚是否是个正确的选择 复婚又是否能够拯救她的心灵 她犹豫了 婚是您要离的 离了又是您想复的 就我能明白 就像您这样的一个 那么自尊的女人 让你说 要不咱还是复婚吧 你肯定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肯定也是纠结了 好多番以后才把她说出来 因为她人做什么事吧 她开始做什么事都不考虑 过后她该后悔 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 但是呢 我就不理解的是 我一见到你 我觉得您是个挺好接触的人 或者说 你笑的时候很干净 哭的时候很纯粹 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你会把这个婚姻关系 亲子关系搞成这样 对我真的是挺失败的 我也不明白 我觉得自己真的都觉得 挺善良的 就像装修似的 就是那装修工人来了 中午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说 我说的那个 大热的天 你们也甭来会跑了 我那也就做点家常便饭 是吧 你们也凑我吃一口 可是结果还是这样的 我也很奇怪 结果你最后和工人 还是关系没出好 对 然后活着我干的 还是让我不满意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您觉得 这自己特委屈 然后我们看上去 您也挺善良的 包括您还给装修工人做饭 这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 您好事都做了 好话都没落下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所以你觉得自己 有四十岁吗 四十一了 四十年的人生好时代 对对对 来帮我推下先生话筒 先生 你好 我想先问一下 您前期装修房子这事 您知道吧 知道 那个橱柜开一大缝 是真事吗 嗯 橱柜那缝 就比较 关门那缝 就比较大 您去看过吗 看过 您想帮他忙吗 我已经就说 我跟他说了 我说帮他忙 我说这个 到时候找这个 卖橱柜的 给他给他调整 哎 我特别想知道 您帮他弄这橱柜 您是仅仅想帮他一忙 还是您觉得 这是自己家的事 离婚之后 那肯定是 帮他忙吗 此时此刻 我问您此时此刻 嗯 此时此刻 也当自己家事吧 哎 你看啊 这个刚才 这个先生的回答 我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答案 无非两种 如果是帮他忙 那么就是说 在这个前夫的心里 这是这个 两家人了 帮忙嘛 就是离婚了 那么是自己家的事 那么就是 一家人的状态 我特别想知道 这个前夫心里 到底他认为 和你还是不是一家人 但是这前夫的回答是 先说是帮忙 后来又说是一家人 心理专家 王剑一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回答 纠结啊 我觉得他们俩 这个感情就纠结 你说你们俩 不是一家人吧 有孩子 甚至还有感情呢 还没有了断呢 或者说还在纠结呢 是吧 过又过不好 离了又难受 而你说要是 是一家人吧 这婚已经离了呀 所以你说是不是纠结 包括你今天来 你不是也是吗 离开又不行 在一起又难受 他也一样 大家赖我 他说你也不同意呢 我怎么不同意呢 苏秦老师 从这个外形上看 你会不会觉得 作为一个40岁的女人 这位女士还是很漂亮的 对啊 而且就看这位女士 我觉得41岁了 还敢穿这样的裙子 我这鞋子跟那上衣 我觉得配的也特别好 就可见 其实她在生活当中 我觉得应该是 挺追求生活品质的 如果真的是 不追求这个生活品质 不追求这个感情质量的话 她可能真不会离婚了 就像她刚才说的 这两口子在北京 又有安稳的生活 然后又有孩子 其实各方面 生活条件都挺好的 所以我相信 这位女士 其实在生活当中 你肯定在某些的 这个生活的细节上 还是挺较真 要求肯定还是挺严格的 我觉得不正常 所以其实我倒觉得 虽然您满腹委屈 一直在掉眼泪 是不是也应该 好好地想想 自己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也会有一些 各方面的问题 是 我知道自己有问题 所以我就找到咱们谁在说 我想让专家 帮我们两个找找病根 像我们也不小了 别今天打明天吵的 就是真的复婚了 这样也 也没法过吧 我特别想知道 您跟您这先生 提过复婚的事吗 提过 他怎么回答你 他不同意复婚 他说我们家就这样 我们家就这样 你能接受吗 我这跟他说有问题 接受我们家庭 我毕竟我生在家里头 我接受不了 我本来就在你们家这儿 我就特委屈 你就让我这样接受 我觉得你太霸道了 那你还干嘛跟他复婚呢 15年了 还有一孩子呢 而且我就觉得 你说你多拧巴和纠结吧 您就看刚才的前一分钟的话 就是基本上你 就是把他内心表露无疑 对啊 听起来就跟没希望了 你看你现在说那话 对他就是这么说的 是不是很无望 让你很无望的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你要能接受我们家 咱俩就凑合 你又说不能 你要不能接受 那我反正不适合 你爱干嘛干嘛 不就等于是这样 是一个无望的一个回答 但你呢 还是说 你看有个孩子 然后你看 其实你就还是放不下 这个男人 你爱这个男人 我想着啊 他肯定有后悔的时候 你知道吗 您是不是想把这个男的 从他家中宅出来 就我就要你 你们家那个事 就跟我没关系了 你们家也怎么着怎么着 别影响我的生活 有这样的想法吗 怎么说呢 他说他妈对我 就是有成见 但是我觉得 你既然知道有成见 那你就说 你哪怕不向着我说话 你得让我心里 舒服一点就行了 他说我嫂子 生气时候骂你家人 我哥跟人一块骂 我不能跟我哥一样 是不是 那么其实的 你的这种纠结 实际上是你内心 深处的一种追求 到底是你的老公 你的丈夫 是向着你 还是向着他的家人 是更爱你 还是更爱他的家人 其实当你们产生 这样的矛盾的时候 你的内心 是想完全地 让你的丈夫 走在你的身边 它其实是一种 追求完美 那其实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让他去选择 面对他的家人的时候 那边也是他的亲人 他也难以驱舍 如果你能够 站在某一个角度去考虑 其实你的先生 夹在中间也很难受 当然你有你的痛 他有他的痛 我想你应该考虑一下 其实他们这个案例 也挺典型的 很多人离婚吧 离婚之前 疯狂地要离婚 就这不离婚 甚至这日子就不行了 但离完婚之后呢 我觉得很多女人 都是在第一个月 包括很多男人的 第一个月觉得特放松 特好 哎呦 这总算没人管我了 一个月之后 我就觉得 这日子挺没劲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调查 就会发现 离婚之后两个月左右 是最容易复合的时候 就是大家冷静了 平静了 然后就最容易去谈 但是就是 其实复婚的几率 并不是很高 总会有一方 或者因为性格 或者因为其他 而今天这一对夫妻 曾经的夫妻 能否复婚呢 我想听一下 你先生的态度 面对两人间的感情 曾经的婚姻 以及复婚的想法 萧女士和田先生 都表现得极为纠结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两人如此纠结 又是什么原因 导致两人走到了 离婚的地步 先生您好 您好 你好 请到这里来 先问您一个总体印象 想过复婚吗 想过也 所以现在就是说 像我们家 干部为什么说 我说那个你得接受我们家 因为我们家现在 基本上就是不跟我一块过 现在就自己过自己的 他老因为我们家的事 老是跟我吵架 因为有点事跟我打架 就是离婚就提了好几回了 就 也就是说您觉得 要复婚可以 但是要带条件 对 您的条件是什么 我就说 你把以前的翻过去 就是说 您要不再提以前的事 对 可以复婚 对 那他说我改不了 那改不了 那我也没办法 你不能复婚了以后 还因为这事你还打架 还老是受埋怨 如果他说改不了 您还愿意复婚吗 那我就没法复婚了 等他什么时候清醒 什么时候再说了 我是奔着好的目的来的 但是他要是说实在 让我心里真的 就让我心里不舒服 那人就没办法 什么时候清醒 你就觉得他现在是不清醒状态吗 我反正是他 属于那种 就是不撞南墙 不回头那种 不撞南墙 不回头 这回离婚 您觉得算是撞南墙吗 应该也算是吧 当他跟您提出 复婚的时候 您诧异吗 我想 我肯定想着他 肯定会后悔 因为我毕竟 他这个 他这人比较 就是看着挺坚强 挺脆弱的 好 请坐先生 就是您现在呢 是想得非常清楚 复婚是可以的 前提条件是有的 对 从此以后 不要再提我们家 那些乱七八糟事了 对 您觉得 如果他真的能不提了 你们是挺幸福的一对吗 应该是 还能吧 就是说 一点小事 像一般的小事了 他跟我计较计较 我也不当个事 您认为 在过去的婚姻生活中 你对他好吗 我觉得还挺好的 他对你好吗 对我也 高兴过来就要好点 不高兴肯定对我 特别 特别那什么 那十五年中 您觉得是高兴的时候多呢 还是不高兴的时候多 怎么说呢 还是 差不多半对半吧 就是七年半高兴 七年半不高兴 对 你们家到底有什么事 让你前妻这么难受啊 就是这回离婚 就是因为吃晚饭的时候 他跟这孩子说 就说说说 完了你说的 就是我母亲那时候 对着孩子 就说没怎么管过 就没管过那孩子 就说我们家人 都对着孩子 都不是特别喜欢似的 他跟孩子说 对 吃饭的时候 这么说 我完了说 说半天 我开手的秘园 因为吃饭的时候 因为再争讨也没必要 后来我说一句 我说奶奶怎么没管呢 我母亲那时候 那时候已经七十多了 完了就是 就白年账 完学校高 二百多一会儿 完了 昨天白年账嘛 完了过了一礼拜 就知道孩子没人接 过了一礼拜了嘛 就帮我接孩子了 你妈就不错 你妈 给接了几个月孩子 有两月吗 那我这个人情 我怎么就还不完了呢 我这还不 我这 这也不算事啊 完了就因为这个 我说去 你又向人家人说话 又那什么 又你那什么 就完了就跟我吵起来了 朝一晚上我就 我后来没缘 不知道我就走了 我出去玩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又提起来 他又提起来这事了 完了就说 刚才不成 刚才你跟 你对你家好 你跟你家过 完了就是什么 完了说这个 把打离婚 对 离婚 完了穿着老眼吧 把玩意也摔了 完了说今天谁不离 谁帮我们的 5月30号那天 对 早上起来 然后说谁不离 谁帮我们的 谁不离谁 王八蛋 对 所以你也不想当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蛋 对 然后呢咱就离吧 对 因为他不是提 一回两回了 写一书都写两回了 来 推一下这位女士话筒 是这样吗 是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前一天晚上 您气鼓鼓的 一夜没睡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你跟你们家人过去 你要我有什么用 对对对 是 是 是吧 然后呢 早上就去 当天就去离了 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田先生和萧女士而言 这个看似冲动 甚至有些儿戏的离婚行为背后 其实有着很多苦衷 多年来 由于萧女士与田先生家人的矛盾 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的事件 让两人的心离得越来越远 他们的家也逐渐失去了温暖 终于 两人借着这次争吵 办理了离婚手续 原本以为长期压抑的内心 可以就此得到解脱了 但是新的问题却接踵而至 他们是否真的做好了离婚的准备 面对离婚后的新生活 他们又是否调整好了心态呢 我特别想知道先生 就是离婚这三个月来 您这前妻说吧 他就高兴了四五天 然后就不高兴了 您呢 我等候呢 反正也算是当时一种解脱吧 也是 当时也觉得挺高兴的 嗯 对 然后呢 然后也没觉得什么 然后回家以后你们说话吗 有时候也说 说话咱是 还是有时候还吵 都离婚了还吵 对 我要不说呢 我说你离婚还吵 还是因为 还是就说 我们家这事呗 人家都向上媳妇说话 你就向上 你老向上你们家人说话 那你都不让我说说 你们家这事都做出来 你都不让我说说 我一说 他一百个不答应 一百个不愿意 那肯定我下次我还要提 我不高兴了我就要提 这位女士 您好 您好 我在这个舞台上采访了 众多的家庭案例啊 您说人家都是向着媳妇说话 这个吧 我还真得说一下 我觉得大部分男人 都是向着自己妈说 大部分 不是 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家人出的事 实在是难以让人理解 我不用说 让他向着我说话 就是说 他让我心里舒服就行 我还是这样 那他们家出的事都对吗 问问他 他们家出的事对吗都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到底 他怀孕的时候 那时候几个月 三四个月 四个月 然后就是 有回就是 我姐去 回家去看我母亲去 完了 人家那时候都住平坡 种着地 种着菜 然后浇水 从厨房接水管 接浇水 浇水呢 可能地 可能那个水管 可能冒出水 有点 往中喷水似的 撒地上水了 他因为这个 完了就是 看地有水 就说怎么蹲一下 这不会弄的 他在说怀孕了 滑倒了 因为当时我也没在家里 那时候 我姐她在外边 可能在那个 是 韭菜的 或者可能她上门口 又嚷嚷去了 又说去了 谁去嚷嚷 她 我没上门口 嚷嚷去了 擦地呢 她妈先嚷嚷了 就你前妻脾气不好 她可能是 对 她脾气上的 肯定脾气不好 完了就让 我姐姐听的 肯定挺多性的 两人可能 吵起来 吵起来 就抓不及了 动手了 她妈拿条 真是追 追着我挺很远 也就是说 您这个前妻 她是一个 特别需要 别人重视她的人 对吧 那么当她认为 我都怀孕了 怀的是你们家的孩子 她肯定会这么想 对对对 你们竟然 地上有水都给我擦 她不怕我滑倒吗 对对对 于是 两个人就 打起来了 这是第一次有矛盾 对吧 对对对 从那以后 她跟你大姑姐 肯定就关系不好呗 对 一直不好吗 等于后来 和好了 过了几年以后 过了三 三年以后吧 又等于又 回来我们这拆线嘛 拆完也和好了 就是 这段就是和好了吧 人家不着我妈妈 我肯定就觉得过去 但是这件事 就让你 前妻 记了很长时间 对吗 对 当时你妈妈 怎么处理这事的 我妈妈肯定 她肯定 嫁着她的闺女 也蛮肯定的事 后来来轰我们了吗 要不我的心里 怎么能老了 过不去呢 对呀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的确妈妈的 处理问题方式有问题 咱一般这事出了 聪明的婆婆 都会向着儿媳妇的 对 由于萧女士的外地人身份 田先生的母亲 始终对她存有偏见 这也导致了 在很多问题上 萧女士没有得到 公平的对待 造成了不少家庭矛盾 但是田先生却认为 在萧女士 与自己家人的矛盾中 她的坏脾气 才是罪魁祸首 那这十五年中 你这个前妻 会经常发脾气吗 嗯 经常的 你觉得她和这孩子 关系好吗 不是 反正她老说 这孩子不像她 干什么事都不像她 嗯 跟我好 她老觉得这孩子 跟我好老师 您看啊 在这个大家庭中 这位太太觉着 丈夫向着 这个 就是她的婆家 然后在小家庭中 她又觉着 儿子向着丈夫 那么 也就是说 这位女士 她就觉得 没有人向着她 我就没想到 结婚以后 能受这么大委屈 真的 我这个人吃得了苦 我受得了累 我就怕受气 对她 是这么觉着 那你妈妈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现在 我妈 现在就没了 也就是说 你们离婚的时候 其实婆婆 已经去世了 对 也就是说 她跟一个走了的人 还在交接 对 我也说了这事 你老个走着人 你还有时候 张宝贤还骂呢 要不我为什么 跟她离婚呢 这位 像我这些事 别人不清楚 她是最清楚 这么大的人了 是非应该 你觉得你前妻 属于记仇的人吗 她有时候不记着吧 当时有时候 你那什么时候 就翻出来 就属于三小肠那种事 翻她 就是她让我心里不服务吧 只要我生气 可能就都翻出来了 为什么 你有人说一话吧 她会特别当真 特别认真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我们楼底有一老太太 完了就说 有一次她接孩子回来 说这孩子 说这小孩 现在她小时候多逃 完了她 我们还不逃呢 完了回来跟我叨了 就说 这老太太 真讨厌 说我们家孩子逃 谁说我孩子不好 肯定是不高兴了 我说她一老太太 说你孩子逃 也没什么 但是小孩 谁当孩子 比如说你本身 小时候就逃 人说一句 你拿碎 人说一句 也没什么 然后您前妻就记住了 记住了 她就说 她就不怎么愿意 理那个老人了 不理人的论 那是不可能的 她就是什么话吧 她说一句 甭管好意恶意 甭管什么话 她就满心里去 就是这种 特别较真 对 挺较真的 你看 现在我们从这位 女士的嘴里 我们听出来 她非常的委屈 她四面楚歌 她的人际关系 处理得不好 在婆家这整个大家庭中 应该说 她跟大姑姐没出好 这是肯定的 动手了嘛 婆婆没出好 老人家都去世这么多年了 她还在说 然后跟其他人 轴力 有轴力吗 有 关系怎么样 也不是特别好 也不好 她跟她自己娘家人怎么样 跟她娘家 跟她弟弟也不特别 你说呢 她就是 好的时候 就像那回 她弟弟来了 上午就来了 被人开启玩笑的事 就说 她 然后就说 给姐姐开个会 她就觉得 好 完了 她就 她就 她就记住了 我跟她弟弟一块走的 我打电话 说 她说我弟弟 给我开会 什么意思 是不是你跟她说什么了 我说没跟她说什么 人家开玩笑了 我说你开个会 人家逗着玩了 你当弟弟 跟你逗着玩了 她就当回事了 极度敏感 和稍显不自信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 我以前真不是这样的 包括这个离婚复婚 其实也 彰显了这个问题 对于复婚这事 你并不是特别的 积极主动 对吗 没想到 我再说了 我说你必须得接受 现在有这种情况 你包容我们 包容我们家 就没包容我们 这样一个 完了 我就可以 先生 我想帮您分析一下 就是你的琴妻 为什么那么在意 您这个家庭 对他的态度 首先他是一个北漂 那么当一个人 一个北漂 选择一个北京人的时候 他其实对这个家庭 基于厚望 他会把这儿 当成自己家 所以他会非常在意 您家庭 对他的态度 他愿意把自己 全身心地投在这个家庭里 做一个好儿媳妇 做一个好妻子 将来做一个好母亲 那么同样 对周围的环境的要求 就是您这个家庭 对他的要求 能不能婆婆 拿我像对女儿一样的态度 能不能丈夫 对我的态度呢 也更好一点 孩子对我呢 至少爸爸妈妈是平等的 马老师这个话 我觉得有一点 非常有道理 你想想 正常我们一个女性 比如像我 建一老师 苏秦 我们这样的人 怀了孕 到了婆家 地上有点水 我们不会介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足够强大 有点水 有点水 才有得了 就是人家在不在意我 我不会介意 而您的前妻 为什么会那么介意 又就是因为 她自己太不强大了 她想通过外在的这些东西 来证明 她在这个家里的一席之地 其实这位女士 在她的这个过往的生活中 她是经历了很多委屈 咱说句实话 您拍点良心讲 是不是妈妈有的时候 也稍微有点过分 咱们说也不算 就没有说 妈妈有些问题 处理得不够好 对 也有点吧 所以 妈妈会不会觉得 因为这是个外地儿媳妇 有一方面 就在他们家之前地位 我觉得跟她也有直接关系 真的 能听懂 马老师说那个意思 是吧 就是说 你妻子好像就是 由于她是外地来北京的 嫁到你一个北京人家庭 她可能内心呢 可能自己稍显 有一点点不自信 又由于传统的 就是北京人 有时候会觉得 好像接受一个外地媳妇 在想当年有点困难 现在越来越容易了 但是站在你爱人的角度 这个态度 她是不被接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嫁到你家 对不对 我嫁到你家 我一心一意的 我尽量是 是那个 就是反正为你家做贡献的 那你用这个眼光 天天对我 我受得了吗 所以说呢 你要还原你前妻的个体心理 为什么你不容易还原呢 就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然后你呢 又是土生土长的 就在这个原生态家庭中长大的 你要在纽约待两天 你就能感觉到 对 所以你永远体会不到 一个外地人到北京来 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 给人家去当儿媳妇 那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啊 就她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们当时是格外敏感的 就是结婚之后 很多话我会往自己身上来 其实你 你前期她所描述的那种心理 我都经历过 比如说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就是一聚会 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 我爱人他们家是大家庭 我怨母他们兄弟姐妹是七个 那么七个家庭 一个家庭三个人的话 那就三七二十一 所以一聚会就是 热热闹闹的 我就融不进去 我总是弄一本书 在一个街角嘎啦读书 有的时候会听到大家聊天的时候 你说 今儿坐几公交车 你说他们的外 你说他们的外地人 我马上就 我外地人 马上就会往身上捡 再一个呢 就是我农民出身 说你说 这老农民 他们 开个玩笑 人家可能就是说的是那个人 但当时我就 农民怎么了 我就心里不舒服 实际上非常敏感 我知道 您看您如果能这样的话 那么对您前妻就会多一点点理解 这个 马老师说的很对 就是我们家也 就是不说他 就是提外地人 他就挺 挺吃心的 他就自己往自己身上扣 对对对 所以这个 你看马老师今天 我觉得这场调节主要 只要是他我了 你们三个可以走了 由于这位先生 他可能不是特别善于表达 对 我这样说您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 就是说如果呢 那位女士 他碰到的是一个马剑老师 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日子就过好了 那马老师肯定给哄得挺好 但是又恰恰碰上了这样的一个 不善于表达的男人 所以这事就成大事了 就处理事上 我觉得他挺差劲的 我觉得是这样 两个人的交流中心 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因为在台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看到 这个水平差距比较大 刚才王芳说 如果你的前妻遇到一个 我这样比较能说的 我过去你太太 安全感足足的 我天天在家里边 给我爱人洗脑 告诉他 你放心 踏踏实实的 咱得好好过日子 我肯定会跟你白头到老 如果说甭管是谁有什么问题 我会净身出户 我一再告诉他 因为在某种程度来讲 我爱人也会缺乏安全感 我想您要担一点责任 因为您这个家庭们 也是一个北京城里的爷们 跟一个其他地方的一个女孩子结婚 毕竟是一个人在北京嘛 觉得到这来会有一点孤独感 而这种孤独感是希望您给他一些安全 一个人离家两天都离家跟你 我嫁到你们家来 我奔谁来的 不就奔你一人来的吗 那么跟上 为什么你妈妈都去世了 就是你的妻子还在这较劲 跟上可能就是什么呀 就是他的自卑感 被你妈妈的 或者说你家人的态度 给调动起来了 因为他可能原本 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 怎么能判断呢 就是他总希望别人向着他 对对 希望您向着他 希望儿子 希望家人 但最后谁都没向着他 就是说一个是越想得到什么 越得不到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一般希望别人 向着我们的人 他可能内心的安全感 是略显不足的 否则的一个人 安全感特别足 我坚信我是对的 我坚信我是能赢得别人喜欢的 我坚信我的能力的 那他各种坚信 这种人他就不会去 叫一时的一个高低 但是他呢就不是这样 所以说呢 您一直没有从内心理解妻子 恐怕这可能是一个 您的一个问题 确实 其实很多时候啊 这个女人跟自己的 这个丈夫的家人 然后有一些这个冲突 或者说有一些矛盾 其实他表达的内心 是对这个丈夫的不满意 如果说您在情感上 能够给他一种足够的 这种满足感的话 我觉得可能他跟您的母亲 甚至跟您的姐姐 跟您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亲属 关系不会那么的僵 他让我过去了 这事就过去了 刚才您的妻子 一直所表达的观点 就是您让他内心觉得不舒服 然后就是因为 您让他觉得内心不舒服 我相信他的个性 可能就会越来越走其端 然后他就会跟周围的 其他的人 这个关系就越来越 有一个僵化 所以我觉得您的态度 是有问题的 你让我希望你舒服了 我肯定就不再提了 李先生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刚才我在听你描述的时候 说到你太太说他爱记仇 说曾经有一次 一个楼下的邻居的老太太 说到了孩子挑皮 他就记住了 是吗 对 我想问的是什么 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没有其他人说您的时候 他也会站出来 或者与这个人接仇也好 记仇也好 有没有过 有过 有过是吗 我想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去考虑 那么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女性 她是认为我嫁给了我的丈夫以后 这才是我真正完整的家 她是我最亲近的人 她也许这样做是为了护着你们 一种保护的心态 并不是一种纠结 就什么事情我都考虑她的感受 刚才你说到 她总是叨到你们家的事情 那我想她会不会心里有一种想法 她认为你的家人对她这样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变相的是对你不好 她觉得心里不甘 也是在为你不甘 她觉得你才是她最亲近的人 其实我想说一个女人依靠一个男人 她只身一人来到北京 那我想问 她除了您还能有人依靠吗 除了您在北京以外 她还有最亲近的人吗 没有 所以说当她受到伤害的时候 您是她可以依靠的人 也是唯一可以保护她的人 当这个唯一都不存在的时候 您会不会觉得她的心里边 丧失了希望 她能不难受吗 我跟她好多说过 我说你就是我的根 我想说其实依靠 我们用另一个等价的词来形容 依靠就是单一 就是专一 那么依靠的本身就是说明 她对您的爱是专一的 您觉得您前妻曾经对您专一吗 专一呢 专一 也就是说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不是那种 出去跳舞的 打牌的 乱七八糟的女人 对不对 很守家的 很守家 就是她有很多优点 您能告诉我她的优点是什么吗 您要思考这么长时间 我正在想 好 那您慢慢想想 就您这一个动作 我就会发现 对于复婚这事 你并不是积极主动 对吗 有点道理吗 有点道理 来 帮我把这位女士请回来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田先生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 对于相爱的男女而言 十分简单的一个问题 如今 却让田先生思考了如此之久 是因为她对萧女士的爱 已经被日复一日的抱怨消磨掉了 还是她心中存在着太多 纠结在一起的心结 让她想爱 却又不敢爱 您觉得马老师说的那些事 是不是您也经历过 是 没错 您跟这位先生 您是外地是什么地儿的呀 我是东北的 东北的 您怎么嫁给她呢 就找了一个北京老公 那个一开始我们俩在一个单位上班 就觉得她挺踏实的 就这么简单的 对 就这么简单 而且你问她 她刚开始我就跟她我也说过 到他们家第一次去的时候 她人家棚子掉板拉 真的 我当时我是想 我说谁家过日子这样啊 这棚子掉板拉 很厨房啊 你哪儿也不能掉板拉棚啊 但我就想 我就嫁这人了 而且真的 就是后来我们搬家出来 连根筷子都没拿她家的 就是自己就是真是 我真的我都连了点那个 就是废品 换了几个盘子 换了几个碗 我就说什么呀 我跟她那苦日子 那个歹日子都过来了 我真的 但是我才不为我考虑 从孤单寂寞的两个人 到幸福温馨的三口之家 萧女士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却由于田先生遇到问题 不能维护她 保护她 反而将她推向误会 与伤害的深渊的行为 导致她失去了和田先生 继续走下去的信心 你跟她同犯难了 但是却没有 到现在该共享福的时候 房子也有了 而且不止一套的时候 你却发现人不能在一起了 我觉得他们家人 都是挺过分的 我就是说 不用你去跟他们 你们家人吵去 跟你们家人闹去 从来没说过 你要跟你们家人吵 跟你们家人闹 能让我心里舒服一些吗 就像刚才她说的 那个事儿似的 怀我儿子 那是第二个孩子 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真的我也感觉特委屈 怀孕第一个孩子 我俩刚结婚就怀孕了 然后她就不想要嘛 不想要的时候 我就是想跟他们家 出好关系 所以我才跟她说 我说那你跟那个 跟妈 跟嫂子 跟谁的 都打好招呼 就说这孩子 咱们是要是不要 是吧 我还是建议要的 你问她 就因为要打那孩子 我哭多少回 我说 而且我结婚那时候 已经二十六周岁了 她二十七周岁了 为什么就不能要呢 她打一道不要 她不要 然后我让她跟她妈说 我也不知道她说没说 后来我跟她二姐说了 她说 我说那个我怀孕了 那个我说她不想要 然后她二姐说 这是你们俩的事 那你们俩事 那姐别管不了 那这样的话 那就不要呗 我就跟她说 那不要就赶紧的 别等大了 那受罪的是我是吧 然后我俩就去把孩子打了 打了以后 回家 她妈就说 说她还咋了 她说咋的 说她就为他们家人打她 为什么家人打她 说为我们家人打她 怎么就成了为我们家人打她了 不是你不要吗 怎么就成了为我们家人打她了 后来她妈一直都这样说 当时她妈说完我也没跟上 我就自己在屋里哭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是田先生当时的态度 却始终让萧女士耿耿于怀 作为一个丈夫 田先生在明知自己母亲 对萧女士存有偏见的前提下 依然选择不去解释 让萧女士独自一人承担一切 面对田先生母亲全部的埋怨 这个行为让萧女士伤透了心 她突然觉得 自己想要依靠的这个男人 是如此的不可靠 她的人生都仿佛因此失去了支撑 当时妈妈为什么这样说呀 那时候我表达的可能有点什么 后来都不好多年了 2004年她说我们拆迁 她妈还提这事呢 我们家孩子在那玩 然后她说说的那个 先前那个要不达 现在比这个还大呢 我说当初那你儿子不要啊 谁说我儿子不要啊 是为了你们家 你不要给你弟弟打官司吗 这都哪跟哪的事啊 我给我弟弟打官司 我有什么能耐给我弟弟打官司 这都从哪出来的话 是不是你不要的 当时气得我 后来她妈一直提这个事 是不是现在就是你妈妈误会了是吗 对 那您怎么不跟妈妈解释一下 我跟她解释跟她说了 那时那回我也说 那时本身不要的孩子忍不住啊 是因为她那时候感冒了 感冒吃药了 那时候挤 就你甭管说什么 是不是你不想要的 吃药了 我说我妈问为什么不要 我说我说我说 一是吃药了 二是什么 就是他弟弟那时候 咱们打官司吗 我说我这么说的 我说为了弟弟这事 他永远挺上火的 也挺那什么的 也挺操心的 可能就是我表达的问题 我说那你看您这身上啊 那您还不赶紧 跟你妈妈解释一下 而且她妈始终接受这个问题 就是我当时她妈面 我都说过 我说那个 我说要不妈对我这么大意见呢 都是你闹的 我说那个 天前那孩子 不是你不要吗 怎么成了 是给我弟咋关系了 当她面 她妈面都说过这个事 她妈以后还这样说 我真的就是 我真的 曾经我都跟她说过 我说你就是说我的痕 你不用在你们家面前 你哪怕说 你不给我 你不向着我说话 你能不给我 不给我往身上泼脏水吗 你不不要的孩子 你就跟你说我不想要 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这是第一件事 但是刚才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却发现呢 两个人的坐姿啊 充分地代表了 你们这个面对事情的 这个态度啊 建议老师您看到了吗 这位先生始终低着头 可见他是有点触你 而且呢就是你呢 实际上表面上很委屈 这个叫什么 自自学 生生类的 这么控诉她的妈妈 以及她们的家庭 等等等等 但实际上呢 这些东西呢 其实形成了一种 类似于语言暴力的东西 可能你自己不明白 你就想我是一个女人 我不就是在抱怨 而且你们家就是做得不好啊 难道还不让我抱怨吗 但是你知道这种 常时期的 然后密度非常大的 然后这种高度的抱怨 实际上已经让这位男人 对你up起来了 其实我刚才看 他们两个人的状态啊 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 其实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不平等 就是她坐在你的对面 我觉得特别像一欠债的 您就是在那儿 就特像一债主 老鼠了她 所以我觉得特别赞同 刚才建议老师说 您先生特别怕您 我就能感觉出来 在她 我就坐在她背后 我就感觉她内心 好像是在颤抖 在发抖一样 就面对着您 这么多年 十几年 不断地像她这样的 一种控诉 然后她就会觉得说 我在你的面前 其实感觉到 巨大的压力 一方面 可能一个男人觉得 我没让我老婆 过上她舒心的日子 我是有内疚的 但是你十几年的 控诉下来 已经让她慢慢地 把这种内疚 变成了一种反感 我觉得这可能 是您最吃亏的一点 明明气也瘦了 但是就坏就坏在 您这张嘴上 继续说 那个你跟你大姑姐 打架的事 就是怀我儿子的时候 是第二个孩子 因为第一个没有留住 所以第二个 你会非常珍惜 对吧 怀我儿子的时候 然后也是嘛 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要不然也不能说 因为一句话 肯定是 就是说 积怨已久 真的是积怨已久 对她姐姐 我始终是有意见 可以这么说 就是那什么的时候 怀孕的时候嘛 怀第一个孩子 那时候不是打了吗 然后我妈 当时在北京 来看我来了 来看我来的时候 就是我妈来 所有的菜 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买的 饮料什么 都是我出去买的 回来是我们娘俩做的 她妈跟她姐 也没做 也没买 然后是一块吃的 其实我挺生气的 我心里又挺生气的 我再怎么着 我是坐小月子呢 对吧 那好 我妈也是亲家吧 上门是客 怎么能这样呢 那当时跟那个大姑姐 怎么 她哥哥盖房子 要我说 她对他们家一心一意的 你们家人对你呢 怎么样 就是她哥盖房子的时候 她哥哥都不是说 每天来 她每天跟家盯着 不上班 那会我上班 那好事啊 兄弟俩关心好啊 对啊 但你们家人 他们家人怎么对她的呀 后来 然后我也说 我说你上班吧 不行 我得给我哥盯着盖房子呢 在家里的哥盯着盖房子 然后那个什么 她姐姐也是 来了就是 人家大嫂 就是从来都没来过 就是你哥盖房子的时候 你大嫂来过吗 就是自己家的事 我觉得自己应该更上心是吧 她大嫂一次都没来过 这吧 还又是一句话 有钱她买乐意啊 她乐意啊 然后呢 那个她就是下雨了 下雨那会儿不就怀孕了吗 那个砖就滑到沟里去了 就他们家住在沟边上 跟那沟边搁着滑到沟里去了 然后她姐姐来了 她就冲她发火 她说这砖 那个就应该你够 那个砖是姐姐够出来的 应该你们够 那个都应该谁够啊 就应该你们够 我觉得这话吧 其实真的 可能也是我敏感我重心的 我觉得就是冲我说的 她那会儿 我怀孕了 她是在外边上班呢 谁够啊 我怀孕跟家应该谁够啊 那意思应该我够啊 凭什么呀 她大嫂怎么不来够了呀 又不是我盖房 然后那个我也挺生气的 然后等到下午了呢 她姐姐弄了一地的水 弄完了就让外边割酒菜去了 她妈那会儿做小买卖 也要走了 黑我一看 这都要走了 这水是流着给我擦呢 这要割以前的话 我可能不康生 因为我真的 本来就是怨气成大的 再有个我没想着 怀孕能打我 我也没嚷嚷 我当时我说 弄了一地的水 也不擦干了 我就擦那水 我就倒了这么一地 然后她妈就嚷嚷开了嘛 嚷嚷开了 她姐姐跟外边听见了 就进来了 进来了 然后说一句什么呀 说你想干嘛呢 我说你想干嘛 我说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是不是找别扭来了 然后她姐上来 狗一嘴巴 狗一嘴巴 她姐跟她妈一块 就打我 她妈拿个条什么 我就嚷嚷 我就说 我说你儿子不在家 你跟你闺女打我 我说你不看 我也得看我肚子里的孩子呀 她妈说肚子里的孩子 指定是谁的呢 妈妈这样说的吗 对呀 她当她也说了 她回家问 问她妈 说她怀着我的孩子呢 打扰我还得看主人呢 她妈说 怀着指定是谁的孩子呢 妈妈这样说的吗 对呀 她当她也说了 她回家问 问她妈 说她怀着我的孩子呢 打扰我还得看主人呢 她妈说 怀着指定是谁的孩子呢 先生你不怀疑吧 没有 你不怀疑 那妈妈为什么会这样说呀 这话太伤人了 说的就是 真的 我如果说真是那种人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说呀 当时真的这么说了吗 说了 刚才就是生气了 那我们这么看来 也就是说 因为老人家已经走了 我就想 我们只谈事实 那也就是说 其实从这个孩子出生开始 或者怀孕的时候 你跟婆婆的关系 就已经很恶化了 那你怀孕的时候 就已经动手了 我还会理她吗 我还跟她说话 有什么可说的呀 我怀着孩子 她都说不知道是谁的 我还跟她说什么呀 先生您有没有去 跟妈妈讲 不能这么说话呀 说过 妈妈怎么说 我们就不是因为这件事 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什么呢 就说 我就是平常 我如果就是生气的时候 跟她叨了这事 她就说 那生气了 说气话 她就 我就给我的感觉 就是她妈说这话 她能理解 她觉得生气了 就应该这么说 所以我老也过不去 我生气了 我就想叨叨 生气了我就想叨叨 我一叨叨 她就把我压下去了 因为她越压我 我越生气 也就是说 当你一生气的时候 她其实给你灭火的是油 对 不是水 对 她就 你知道 先生您知道 你那时候泼盆水 应该怎么说吗 您教你我 这个马老师比较有经验 一会儿让马老师教您 但是其实就是您这个 您这句话说 那不是生气的时候 一句话 彻底是一勺油 你看她的火这么旺 你这一勺油 你说她的火 是不是更旺了呀 我很理解你的先生 那其实我 我为什么说 我能理解到你先生的 心里的痛 其实是这样 有的时候男人是这样的 他没得选择 父母 生了他 他能够选择他的父母吗 他能够选择 他的兄弟姐妹吗 不能选择 看到现场田先生的状态 我们可以感到 他的内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但是不善言辞的他 在面对前妻时又始终承诺 不知如何开口 这让栏目左的编导十分着急 这样啊 因为刚才我在这里 他们两个人啊 他们内容的纠结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想复婚 但是可能心里都有从窗户 不过 就是可能两个人都不敢去复婚 而且这个男的呢 他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一个人 就特别内向 我也相信他从结婚到现在 没有做过一个 就是什么我觉得是很浪漫的事 作为咱们来说 我们应该得做点事 先生 我发现当您和这位前妻在一起的时候 您基本上是 词穷 前面那个李去不去不知道 但是词穷 您休息一下 好不好 我让他说说他的心里话 经过一番商讨 栏目组的编导最终确定了一套行动方案 来配合现场的进程 希望能够帮助田先生和萧女士敞开心扉 化解他们之间的心结 您知道我为什么让他离开吗 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再坐到这 您俩是婚付不了 我就这么想 其实刚才说实话 你在讲的那些事 如果我站在你的角度来说 我是非常理解您的 就你说的都在理 你的婆家人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 的确欠妥 但是我现在却发现最亏的是你 你用了漫长的十五年的时间 去记这个仇 人家呢生活的很好 所以最后其实亏的是你 你把你的生活弄得一点都不幸福 就你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 深刻的记忆的都是孩子都拾好几了 还是什么坐月子啊 打胎啊 都是这些东西 对吧 想当初认识我 说看不起我啊 什么事过也了过也了 别想的 这个可能是你的人格特征 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 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的那一部分了 听到心理专家的分析 萧女士表示 自己并非一直对当初怀孕的事情耿耿于怀 她也曾放下怨恨 只求家庭的和睦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前婆家在利益面前 不仅不顾一家人的情分 行事更是极度不公平 让她和田先生这个小家吃了大亏 而且最让她难以释怀的是 田先生居然依旧默默承受一切 这件事是哪年发生的 2004年我们拆迁 2004年房子拆迁 是老家的房子拆迁 对不对 对 有你们的利益吗 我是这样想 因为法律这些事我也不太知道 我就不知道这个腾退人 和这个就是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是就是说 不管你是不是腾退人 反正这就分家底了 就一平均分就完了 还是腾退人要多得一部分 所以就是说你觉得 给你们的少了对吗 对 不算腾退人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少呢 他老是说我们家人 对我们不公平 按平分的情况下 我们的平民也比人少 我就生气这个 我吃亏了 你得知道我吃亏是吧 别好像你胡哀 谁让你抓的号靠后呢 连他也这样说 他赖我手臭 谁让我抓的号靠后呢 他自己去抓的 对所以我就特生气 我说你得跟那个跟他奶奶说 你说我最亏了是吧 我那个我比人家小十平米呢 您得给我补点装修钱 我说补补补是他的事 补补我也不能抢去 不能要去是不是 我得把这话说了 我说是这意思 我觉得没必要 你整半天 闹得挺不合适的 那时候也不合适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的拆迁 本来是有你们的很多利益的 但是呢 最后分下来呢 你们的利益比较少 我想知道 这样看来 您这个前夫 其实在那个家庭中 他本身的 就兄弟姐妹中 他的地位就偏低一点 对吗 我觉得是 他自己不这样想 所以这件事你很生气 对我就说 你去找老人去理论了吗 没有 我当初我没找 我跟邻居道了过 然后邻居说了 说那你跟他哥姐说去啊 然后我就跟他哥说来着 因为是这样 就是当初拆迁的时候 就是他二姐给分的嘛 就是说的那个 他大哥 因为他大哥和他二姐 怎么他大姐 他们仨都不住这嘛 他二姐说 大哥 你要两局 我要两局 说的 就是说我们跟他二哥 最困难 给他们一人45万 愿意也这么分了 不愿意以后 谁甭理谁 这原话 这么分 这么分也可以 为什么呀 人一分的也就算合理 是吧 他们不住这儿 要两局 我们住这儿的 要45万 相当能买一个 两局能买一局 就这样 所以说三口儿 像我们有一男孩 也够了 然后后来呢 他二哥不愿意 他二哥说 谁都不认就要50万 就这样的话 那他二哥要50万 那就不够分了呀 那怎么办呀 那就从我们这个 就从我们这块捡呗 从我们这捡 就等于45万没有了 给我们两局 但后来我们俩也商量 不行 因为我们有一男孩 对吧 就一两局肯定不够 说呢 这个一局不给我们买 名额我们得要 对吧 就是我们得买 那意思就是 就你不给我这个 一局的钱可以 但这一局我得买 他们家就问了 你拿什么买呀 贷款也我们也得买 因为就我们有一男孩 是吧 然后后来呢 就是他大姐 不是那什么嘛 就说得家 就因为先前有矛盾吧 或者怎么着的 我家里说我也不掺和了 这边说我也有名额 我也不要了 就把这名额空出来了 对 就说这名额 你们卖了吧 这你卖了呢 给你们添一个装修钱 是这样说的 当时这个名额 能卖多少钱 能卖一万 一斤只能卖一万 然后呢 当时因为就是说 就挺亏的 没卖嘛 没卖 然后后来就是 两年以后 就能卖二十多万了嘛 这是我卖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分到了一个两局 对吧 分到了一个两局 然后呢 大姑姐 反正各种原因 她这个房子指标 婆婆说给你们了 不是婆婆说的 就是大姑子说的吧 大姑子说的给你们了 于是这个指标 当时只能卖一万块钱 两年之后就卖了二十多万 对 对吧 是你去卖的 对 这二十多万你拿回来了吗 没有啊 说的就是呢 然后那个什么 她 我就说 我说这个 反正是给咱们的 咱们自己存起来吧 是吧 她说 搁我妈那吧 你放心吧 我们家人都说了 说给咱们 肯定给咱们 我想也是 那得搁她妈那 这样也嫌好吧 是吧 她说搁她妈那 就搁她妈那吧 结果搁她妈那了 她妈说了 你们不就费点事吗 就不给了 我都觉得她说 最后妈妈离世 这个钱也没给你们吗 二十二万 没给 没给 但是她就觉得说 给了 为什么她觉得给了 她就觉得一居室给了 就是说觉得有一居室 就是给你了 现在一共 家里边给过你们几套房子 两套 对呀 给了两套房子 两居室 然后又给了一个一居室 对吧 这不就得了吗 你们有房子不就行了吗 我是这样说啊 就是她二姐 就是跟她大哥 当初不就是要一两居吗 因为她不在入不是同学人 一人要一两居 他们都能有一居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啊 那我们这一居 是算她 卖她大姐的名额给的呢 还是算 算分的呀 那您觉得呢 您觉得算分的 其实要按我就说啊 怎么能合理 我妈这22万能应该给我 这一居我也应该有 这才那什么呢 因为你说了 你这名额卖了 给我 那你没给我 那人家最后不是给你房子了吗 那你先前没要一居的 怎么也有一居了呢 她又希望自己跟人家平衡卖 不 是这样啊 而且她妈不是腾退人的 她妈不住这呢 咱说句实话啊 我们作为一个外地人 如果我们想到北京 拥有两套房子 怎么才能拥有呢 我这么拼命干活 我也没拥有两套房子 我就有个住的地儿就不错了 那么现在 老家给了两套房 你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我要是你 我就乐得屁点屁点的 哎呦太好了 你看 我这嫁一老公 哎呀 给多少我的乐意 为什么呢 它不是我劳动所得 这叫天上 那我们自己盖房子了 是 我就是给您讲这意思啊 就是说人呢 你得换位思考 就是你换个角度思考 这要给我 我要嫁这么一老公 我乐死了 但是我觉得咱们要替这位女士 说一句公道话啊 建一老师 就是您是北京人 她刚才说的这些事吧 说句实话 如果 如果她的丈夫 娶的是一个北京媳妇 我想可能情况 还真不是这样 我支持王方的观点啊 如果你家娶了一个北京媳妇 至少没有这么怀疑 为什么要支持你一下呢 就是说 你为这个家庭 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 生孩子 自不代言 是吧 还有就是说 这个房子 你刚才说指标啊 还有钱呀 还有说哥老太太那儿 就哥老太太那儿啊 其实你还是做了一些 重大的让步的 我觉得你还是 非常的就是努力的 在为这个家 其实有的时候 可能你争 给他们家人看来 你就是 你一个外地人 来我们家 你看你就争这儿的 但实际上你是在 争你小家的利益 你包括是为你 你的爱人在争 因为你爱人的性格 我们也看得出来 他一定不是在这个家庭中 能够跟他妈妈 去抗衡的那样的 那么一个性格 他肯定不是 那么你呢 可能就 他越不是这性格 你就越冲上前去 变得你里外不是人了 对不对 你上跟他们去争 站在你爱人的角度 不会理解 你是在为这个小家在争 他会觉得 你又从我们家那儿 又弄什么呢 对对对 没错 你又在跟我们家 打什么呢 是不是 然后呢 在他们家人看来 你这又争什么呢 你又给你自己争呢吧 你看你这两头不是人了 所以非常能理解 你的委屈 离婚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 我说我争了半天 我给谁争呢 我说就给儿子争呢 所以你看 你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始终在争 而你先生 他虽然这个 像刚才您说的 就说我是在为儿子争 我要为你们两个男人争 但实际上 您先生的性格当中 有很大的成分 他是属于那种 喜欢逃避的人 他对他妈特别好 他那两个哥哥真的 他那两个 他那妈特别像那两个哥哥 就一样 那两个对他妈 一点都不好 真的 您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如果说 他跟您这儿 您天天还是这种态度对待他 如果他要再跟他妈妈 再跟他俩哥哥 再关系搞僵了 那他就真的是 一点依靠都没有了 他不跟人家僵 人家跟他僵啊 为什么跟他僵 您觉得 他的哥哥跟他的僵 是有您的原因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 这是他们家的事 他想理他哥哥呢 就是特别是他大哥啊 人家大哥理他嘛 人家大嫂不让 理他们家人 就是他说他那个侄女 就看他们家人直跑 人家就不搭理他们家人 要我说呢 我说人家孩子 跟老公都特别听话 我这个怎么就不行呢 我说你不能把别人家的事 搬咱们家用来 这位女士 您不能这样比 您的之前的那个 这个大白哥 他的这种状况 我们不认为是一种好的状况 其实在您的先生的心目当中 他其实内心当中 性格当中 是有他比较软 也有想逃避的一面 但是这种想要逃避 他可能更多的是 希望自己能够在妈妈那边 在自己的家人那边 能够缓和关系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跟您常年的 跟婆家人的这种关系 不太好 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我跟他们家相处 我特别努力 真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反正真是怎么努力 都落不着好 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之前提到的 就是说 可能这一篇就翻过去了 老人都已经不在了 您就不用再把之前 那些不太好的事情 再没完没了地翻出来 因为我觉得 在翻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内心当中 也很受伤害 他老来又翻 鸟身那条 他也皮了 这位女士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是他们这个家庭中 你公婆这个家庭中 唯一一个 从就所谓的外地媳妇吗 不是 老二也是 对呀 那他处得怎么样啊 人家老公厉害啊 我觉得就像处理家庭 这个问题 特别是 一个女的嫁到 这个男的家 就笨你这爷儿来的 你不替他说话 谁替他说话 是不是啊 就像我是的 不用你向着我 最起码得 让我心里平衡吧 那也就是说那个轴厉 就是因为你小叔子 特向着他 人家活得很好 是吗 怎么说呢 反正那个 他二嫂就说了 刚刚说那个 你二哥说了 我们家人 谁要跟你 那个找麻烦的话 你甭理他 我跟他干 那然后呢 你那个轴厉 就去干去了吗 反正我是这样 反正小鸟一人 我倒不是说 不是说就得干 就怎么着 不是这意思的 反正我跟他 我也说 三个轴厉 就我们三个轴厉 我觉得我做的是最好的 我不跟别人比 您看 就是说搬家的时候也是 我就骑着三轮车 帮老太太 搬家老太太 什么都是好的 什么一袋破大米 什么破这破那 什么都要 都是我帮他拉的 顶着大太阳 就是我们家二哥 跟那个二嫂子 都跟家 都什么都不干 拿小板子 跟门口坐着 也没人帮他拉呀 都是我帮他拉 什么事都 进进进行 他也希望自己 跟人家平衡吗 我这个人就是 办实事真的 但是呢 就是办实事也 落不到好 就别人看不到 也闹了一身的埋怨 就像那个他二姐 包括他二姐 跟那边不是 要了房了吗 我给他二姐打电话 我说 你把那房租出去吧 租出去就是说 是个收入是吧 给孩子买点 什么不好啊 是我张罗的是吧 等我给他租出去以后 他二哥不干了 为什么呀 那我帮你妹妹租房 不是好事吗 这钱我又不要 对不对啊 闹起来了 哎呦 结果我给人租出去了没有 我还得把人 人家都搬来了 我还得把人轰走 你说我这叫 做的什么事啊 我这都 就是您觉得 您付出了多了 得到的回报 却是少的 是吗 也不是说 我不是说 认为说得到回报 是少的 我没想说 我给你租房子 得给我什么回报 不是这意思 我就在这家里头 就是作为母亲来讲 就是做什么 你 等一碗水端平 甭说是腾腿人 你分家底 你这不是分家底 这拆迁呢 这补偿 怎么成分家底的呢 我能不能这样的一些 其实您是想要公平 对 然后呢 您在这个家里 一直没有找到公平 在大家里在找公平 小家里 你依旧在找公平 您会觉得 儿子您付出的很多 对不对 你管的也很多 然后又没有公平 为什么呢 他就跟爹好 你有没有发现 你总是碰到不公平的事 是 而这些不公平 都是由于您的性格造成的 我觉得是我没本事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她就比 经理解的事太多了 今天我是觉着 我们要改变您一个想法 我今天跟建一老师 在开场五分钟的时候 我就跟建一老师说 我说这位女士有问题 我们说了一圈 您自己总结一下 您觉得您的问题在哪 就是爱捞到呗 你没有找到根 建一老师 如果让您用最简短的话 您直接告诉她 您觉得她的根上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她思维方式上有问题 为什么说你思维方式有问题呢 我个人认为 作为一个女人跟你分享 我觉得呢 就是人生是一个长跑 不是一个短跑 就是说也许说 我们嫁到一个家庭里 一开始不太被认同 但是如果你的 从观念上 你认为人生是一个长跑 我只要做好我自己 早晚会被认同 但是我觉得 跟他们家人 真的没法相处 真的 其实我倒觉得 你变相想一下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分很多种 那我们可以 亲属之间的相处 朋友之间的相处 那为什么说就 不能相处 那你说否定了 一切的相处方式都不可能 其实刚才我在讲 你其实你最纠结的 就是一种绝对的公平 在这个社会当中 是否能够存在 你刚才说 为什么他 二嫂可以那样 二哥可以这样 他却不能 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的努力 所获得的 你要跟谁比 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站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要跟每一个人 去比的时候 你要选择好这个基点 其实你往往得到了以后 不高兴的真正的原因 是你选择了一个 参比对象 基点错误 某人属于制度的常论 其实我另外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家里是独生女吗 还有俩弟弟 有两个弟弟是吗 你娘家对待 您和您的两个弟弟 能够达到完全公平吗 就家里的财产 妈妈说了 我今天挣了九块钱 每人分三块 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 你也不要 对吧 为什么你可以不要 你先生不可以不要 我是女的 他就是他永远没有错的时候 你知道 不管什么事 他永远没有错的时候 说你是女的可以不要 男的必须得要是吗 不是说必须得要 就是说怎么说呢 你就像 我就说就像卖房这事似的 你当初你可以说 你说那个什么 你把这个名额卖了 卖了让大家评分 没关系 你说给我了 卖完又不给我了 所以说我刚才 我在说这段之前 我跟你说了一句话 在家里 千万不要讲法 不要讲理 如果你每一天 都在纠结一句话 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 还有什么事吧 他老是太较真了 太那什么了 我觉得 就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在家里我们更多的纽带 是情 是爱情 是亲情 是感情 您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他应该 跟我是站在一头的 就是委屈了也好 什么了也好 他不能 他没不跟您站在一头 他只不过嘴上说的少 然后那边是他妈妈 是他哥哥 你也不能让他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跟他们家是一家人 我就是外人 所以这是这个先生 处理问题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您看刚才啊 我问他 就说您是怎么跟妈妈说的 最后妈妈就认为 这第一胎 这孩子 后来是这位女士不想要的 然后这个先生 说了两句话 第一他说 我说我们吃了感冒药 另外我也跟他说 最近他弟弟打官司 可能情绪也不好 然后呢 我妈妈理解错了 所以这位先生的表达 是多么的有问题啊 但是现在是这样 您有没有觉着 现在的生活 其实跟他们家人 交集不多 但是这些年来 您一直不平衡 那么我想知道 两害相较 取其轻 有两件事都不好 对我都有坏的影响 那么我先减 这个对我影响轻的事 就是这个 对我伤害小 顺面影响更大 对 那我们就不选那个了 那么您现在的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 曾经的婆家 对我的伤害 您是选择 扔掉这件事 还是选择扔掉 您跟您丈夫的感情 选择他呀 选择 要你丈夫扔掉 你跟你婆家的仇恨 对不对 但是我就是说 他也得理解我嘛 现在您只要说您的选择 他怎么样 是我们一会儿要告 他要怎么办的 您要选的话 您是选择扔掉 跟你婆家这些仇恨 还选择扔掉 你知道吗 这个人 就是您现在这两个东西 不能共融 对吧 不能够融合在一起 扔掉仇恨 好 非常好 你就说您非常清楚 但是您却总是控制不了自己 对 那么现在接下来 我们所有做的努力 就是要往扔掉仇恨 这方面走 你明白吗 来请一下先生 节目现场 经过专家和主持人的一番劝说 萧女士终于在田先生和仇恨中 做出了选择 那么田先生上场后 是否也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呢 吃得放得晚 对 另一方面 我们栏目组的编导 也为了帮助不善于表达的田先生 而积极筹划着 请坐 控制不了是因为您心里有一把锁 这个钥匙在他手里 如果他不给你这把钥匙 您这个锁就打不开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连环的事情 先生 刚才我们说了这一圈 您觉得我们的嘉宾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很有道理 那么您的太太现在 他选择了要扔掉仇恨 留下你 但如果想让他扔掉仇恨 就要打开他心里的这把锁 现在我们要给您一把钥匙 如果您能接纳这把钥匙 那么他的这个锁就能打开 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建一老师 这位先生 如果我们现在快速给他一把钥匙 您觉得应该给他一把什么样的钥匙 我觉得他应该向着他的妻子 确实是你向着你妻子向着的不够 那么向着 起码表达上的向着 对 怎么去实现这个向着呢 其实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嘴上要向着他 其实就这么简单 他其实就要的就是这个 因为这位女士说有一句话叫 人家孩子和老公都特听话 你看他实际上就是希望你和孩子都向着他 就刚才我觉得霍律师说的那个好 就是说家不是讲你的地儿 如果他以一个学法的人这种口才 这种论是非的能力 天天在家里跟老婆论这点事 那这老婆非跑了不可 您也一样 天天有点窝囊的 不敢表态 不敢直接地向着妻子 那你想 你妻子肯定伤心 其实不管在外边你跟家里人怎么说 至少关上你家的这个小门 你要向着妻子 他叨叨是不对 但是呢 你知道你要一向着他 他就不叨叨了 你越不向着他就叨叨没完 因为他觉得他还没说够 还没有得到他想要的 那我就拼命说呗 结果说到最后越说越要不到 那你要第一时间就给到呢 他不就不说了吗 所以说我觉得先生就法宝就一个 多夸夸老婆 然后呢多说点好话就行了 咱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男人 其实我平常做人呢 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但是我回到家以后啊 我会让自己落下来 但是这种落不代表不说话 其实我倒觉得先生 其实您首先是爱您的前妻 只不过说您刚才说 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复婚 她能够包容我 那怎么包容我 就是包容我的家人 就是包容我 其实这样的话 我曾经啊 我刚才您没在场的时候 我跟您的前妻 跟这位女士我讲过 我说我跟我的太太之间 也因为家里人半过嘴 讨过嫁 当时我选择的方式是表达的 我跟她讲 我说家里人这样 我很伤心 我说你是我的太太 在北京 你不理解我 谁能够理解我 你这句话代表着什么 你已经把她拉在了你的身边 说你才是我最亲信的人 于此同时 其实你也用了一个微妙的办法 道了歉 这就总得让男人总得示录 其实说这15年 没有得到这个家庭的接纳 尤其是谈到很多世界 既然您也知道 他跟您每天到了这点事 也许今天回去之后 他继续跟您到了这点事 当时老太对我不够好 你跟我复婚之后 您也得给我平民礼 在他描述之前 就直接给他一定新闻 老太当时这句话 他不仅伤害你 其实是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情急之下 当妈的也真的不应该这么说 老太过去了 这事反正我能够理解 我对你丝毫不怀疑 女士 如果你的前夫给你一番这样的话 是不是觉得自己被他理解 你其实就要这样的东西是吧 那么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是要容易知足的 另外一点 您的丈夫在您选才的时候 您选择就是这个人 可能老是厚道 语言表达 也就是这个状态 他不是那种特别善于言语的 如果您通过一个婚姻 让他改变成跟霍律师似的 我觉得死了心吧 您在选才的时候 就选择了一个 觉得跟这样的人 是特别踏实 特别稳定的 是那某种程度来的 您是想得住的 对吧 如果遇到霍律师或者我 您可能转身就走了 至少说明在那个时候 您是喜欢这一款的 对吧 而结了婚之后就发现 他怎么不像霍律师那样 距离力争呢 走不到 就是您选择什么 您就享受那个优势 这样的话 您心里就会快乐 但是我觉得他们两夫妻吧 就是这个前夫妻了 就是说有一点特别像 就是看在对方的时候 就是先能感知到 对方的缺点 然后这优点 就是好长时间 可能才能感知得到 就刚才精英老师 问了这先生一句话 就说您能说一下 您妻子身上的优点吗 当时你想了半天 反正还没说出来 您现在这个前妻 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能举几个 您前妻身上的优点了吗 心好 心好 然后还能再举几个吗 您看您说他心好 他现在都掩饰不住的笑容 特高兴了 得给他弄出个三好学生 对啊 三好妻子 对家庭关注 对家庭关注 您没觉得您妻子 其实挺漂亮的吗 尤其是笑起来 我看还有俩梨窝什么 哎呀漂亮 这就是三好妻子了 另外我想教您一个办法 这是我用过的 我不知道 您可以去参考一下 关起门来 就剩下您跟您太太的时候 您一定得表扬她 其实当她去吵架的时候 您能不能换句话讲 你心胸宽广 你不要跟他们计较这些事情 你跟她计较 不就你跟她一个水平吗 你要说她水平不露你 她做事情不露你 那你就不要跟她计较 对吧 我认为你是这样的 我想太太听到这句话 可能就笑了 我觉得这 刚才这位这个女士啊 您抱怨了那么多 这个前夫的这个不好 种种不好 但我觉得这位男人 好像在我们眼里 还没那么差劲 您觉得他身上有优点吗 有 您告诉过他身上 他的优点吗 勤劳踏实 勤劳踏实 善良 善良 我在想你们 要是之前的婚姻当中 老是这种对话的话 可能真的不会走到 今天这一步了 就是可能在我们 漫长的这个生活当中啊 就是有些时候看到对方 我们也知道 他有特别多优点 但我们就懒得说了 就因为可能生活当中 老有很多烦心的事 就没完没了 老把那些烦心的事 拿出来唠叨 就唠叨时间长了之后 已经让对方觉得说 原来我在他心目当中 可能全是这种 不好的东西 他其实自己 也没有信心了 正是因为自己 没有信心 所以对方也觉得 没信心 所以我觉得你们家 特别缺少正能量 你们互相之间 这种给予对方的 这种鼓励 其实都做得不好 不光是这先生 做得不好 您也特别欠缺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都是需要那种 特别正向的鼓励的 就是我们如果 没有这些正能量的话 我觉得一个家庭当中 很难就支撑下去 其实我在这里啊 我用耽误大家一段时间 我用一分钟 我讲一个小故事 这小故事是这样 两个人结婚以后呢 共同办了一个存折 他们说 当我们每次遇到 一个高兴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往里存一点钱 越高兴的事情 我就存越多的钱 结婚纪念日要存钱 有了孩子要存钱 孩子过生日要存钱 太太过生日要存钱 一年两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人不可能不产生矛盾 因为一些琐事 开始吵架 开始话说得越来越狠 说到了最后就是说 可能我放弃才是正确的 我们离婚 谁要不离 谁不是人 两个人说 好了 既然我们要离婚 这个存折里的钱 是不是要赢一半啊 这个女士讲 好 既然这个存折是我们共同财产 既然我要跟你离婚 我要忘掉一切 拿着这个存折 把钱取出来 我们共同把它花掉 当他去拿着这个存折 去银行排队取钱的时候 翻开了存折 历历在目的是 一百 五百 一千 五千 钱数在不断地增长 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 每一笔存折的钱 都是你们的快 所以说那个女士 掉下了眼泪 回到了家 她什么也没有说 她跟她的先生讲 我没办法取这个钱 你去取吧 先生也拿了这个存折 去银行取钱 到了门口 她看到了上面 存折在最后写的一个词语 曾经的快乐 翻开了这个里面 存折的时候 她也想到了 历历在目的这些年 男士也回到了家 所以说我想 你们打开心扉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 忘掉仇恨 忘掉缺点 我们要想到的是 对方的优点 只有你去想到 对方的优点的时候 你才懂得 发自内心的 去赞扬 去表扬 霍律师的一番话 让萧女士和田先生的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 曾经那段婚姻里的美好 让两人十分不舍 但是 面对内心的先洁 他们对复婚的事情 又充满了担忧 一面是幸福的生活 另一面是难以释怀的往事 在这种两难的抉择中 两人该如何自处 他们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帮他们梳理一下 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马老师 首先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 就是两位的各自的性格 十五年的磨合 大家都非常清楚 第一 对对方的要求 不要离谱 不要超太高 但是呢 基本该做的 我们是要做到的 比如说 妻子既然她在某些事物上 表现出一些敏感 那么您要对她有多赞 更多的赞美 让她觉得 在你的眼中 她是一个被欣赏的人 对于现在来说 其实对于女性 您不太了解 就是女性 比如当她向你抱怨的时候 咱举个例子 比如她抱怨你 你看 你妈妈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您可能不应该说 我妈就怎么怎么样 您应该说的是对呀 你看我妈这人 就是偏向我二哥 真是弄得我心里烦 如果您这么说一句 然后这位女士 你会不会觉得 她其实挺可怜的 你会不会觉得 就理解度稍微高一点 你看她在点头 当她发火的时候 您总是在给她浇油 您现在要想的就是 什么是水 水就是认同 现在就是你们俩 怎么把生活过好 你们再这么下去 你们的孩子 你们家都有问题 我觉得我们再给太太 一点主意 这位女士 我觉得您看您的 您做了那么多事 儿子 丈夫 都没有跟你一条心 您要反思自己 就您现在记仇 或者说您现在 跟这婆家的这矛盾 您觉得 这一巴掌 打在了谁脸上 她 好 你说这些 比如说你跟你婆婆的仇 恨 或者这些不理解 婆婆肯定听不见了 您唠叨完之后 你们自己的生活 有改变吗 有 对啊 也就是说 您亲手破坏了 这个婚姻 亲手破坏了 您和孩子的关系 所以现在就是 我觉得您 您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 您要换一种思维 去思考 换一种方式去思考 您要想 我儿子真好 我这丈夫真好 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您有没有想过 其实他们都 对你很重要 是 您有没有想过 这个男人 如果真的跟你分开了 其实你会很苦 他也会很苦 先生 我再问你 您觉得你这个太太 这些年委屈吗 委屈 我们这么一分析 您觉得是不是 有的时候 妈妈 她们 说话 做事 没太考虑 她的感受 对 没方便 你会不会觉得 有的时候 也的确是 您的父母 家人 有些话说的 不是特别好的 比如说 在肚里孩子 还不知道是谁的 对 这话是不是太伤人了 其实就是事实 说的不对 就是不对 那您回答我 是不是说的挺过分的 如果让你 你太太小 现在就为这件事纠结 如果让你宽慰一下她 你会怎么说 就这件事 马老师 那您到这儿一下 这个 您麻烦 您站这儿一下 我现在让马老师 假装一下您 行吧 这事吧 还真不太好 假装 就是 要么您闭上眼睛 对 就是 现在她说了 妈妈说了一句 很过分的话 肚里的孩子 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这话 这非常的 她非常伤心 然后 如果就这事 您让她宽心 怎么宽 这事这么多年 我知道你可难受 其实那句话 当时我听起来啊 也就是我妈 如果要是街坊银记 我估计 板砖怎么就过去了 我跟你一样 挺难受的 但是你说她是妈 我觉得挺为难 你也挺为难 哎 这事 我想老人都去世了 咱们 就原谅她 我对你好 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呢 哎 假如你老公 要是这样说的 您还会 不停地叨叨吗 你确认 绝不会 你看先生 这钥匙在您这 您没拿好这钥匙 就刚才这个 咱们换一件事 看您这钥匙 用得怎么样啊 家里的房子 已经分完了 可能她多少 会觉得有些不公平 在你心里 你会觉得多少 有些不公平吗 有点 有点 好 就此事 她不行了 难受 闹心了 就说这事呢 您怎么安慰她 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 就马老师 那么生情并茂地 给您演示了一遍 您还说不上来 田先生的沉默 让众人十分担忧 解灵海叙 寄灵人 能够解开 萧女士先结的 只能是田先生 而田先生 显然还在纠结 内心的犹豫 使她始终不能 勇敢地面对妻子 做出行动 她的开不了口 让现场调解 陷入了僵局 这样啊先生 我觉得您现在 特别难受 因为我看到 您眼睛流眼泪 您很委屈 对不对 对 您告诉我 您的委屈是什么 委屈就是这个 家分开了呗 您希望分开吗 我从心里不想 所以您知道吧 就是您现在 要做两件事 第一 您要抚平她的 她这种女人 我跟你讲 这种女人 最好对付了 您要把她 这个给弄平了吧 她属于得 玩命对你好那种 是不是 而且 您还得做工作 让她和儿子的 关系更好 这你们一家人 才能好 你说我说有道理吗 如果她今天 能做一点调整 你愿意自己调整一下吗 对 你先告诉我 咱先不管 她一会儿 她会好好做个调整 你放心 你先告诉我 你准备怎么调整 以后别唠叨了 然后你会鼓励她吗 会 而且她只要 有一点点进去 你鼓励她 你的表达能力比她好 你鼓励她 然后当她说这样的话 比如她说这样的话 你告诉她 你说你这样说 我就高兴多了 你这样说我就宽心多了 你鼓励她 明白吗 先生 如果她能调整 您能调整调整吗 你觉得这个家 就是如果她能调整的话 是不是还是挺幸福的一个家 对 所以就看您 您能不能给一点这个 阳光灿烂的话 现在太太很委屈 如果我让你说两句话 您觉得两句话 最重要的是什么话 关心她 关心她 心疼她 我教你两句话吧 第一句 你要记住认同 第一句你要说 这些年 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其实我心里都清楚 第二句话说 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很难受 很心疼你 咱们好好地过日子 就这两句话 您能记住吗 面对主持人的循学善诱 田先生还是无法做决定 为了打破场上的僵局 主持人将田先生请下了场 这个马建老师 如果让你给这个女士一句话的建议 你会给她什么 上说 生活会美好 一句话建议苏廷老师 我觉得就是多笑吧 我觉得一个家庭当中笑是可以传递的 别老哭丧脸 赞扬别人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赞扬自己 因为赞扬的是你的选择 没有错 建议老师给句话 一句话就是停止抱怨 如果继续抱怨下去 你们俩就成了一段怨偶 就没有幸福 特别盼望你幸福 你明白吗 明白 你估计你丈夫回来 能跟你说那两句话吗 好像不能吧 假如他能说了 假如他能说了 你会觉得他有变化吗 他是诚恳的吗 如果他能说了 你愿意跟他复婚吗 愿意 愿意 好 帮我请一下先生 完了 他们跟我说 说你先生不想进来了 我问一下啊 哎呀 这咋回事啊 刚才呢 我跑了 就是跑出去了 然后呢 给你买个树花 希望你能把这树花送给奶奶 虽然这件事做的 挺微不足道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 我们带着我们蓝幕组 帮你们完成一个心愿 其实我觉得你们内心 还是挺想好好地去过下去的 对不对 挺想把日子过好了 但是你自己不太会表达 所以说呢 我们也顺便帮你另忙 我也希望你上场以后呢 能把你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 你觉得他愿意进来吗 不进来了 不进来了 你觉得他愿意跟你复婚吗 刚才看他的态度应该 这样啊 我们再说服他 我特别希望能听 请你听一段歌曲 我们等待一下 好吧 老婆 老婆 这能天你笑着过去 我知道 心里知道 我就记着 我就是 咱俩好好过日子 我就是 别再想那不高兴的事 哎呦天哪 天哪 你今天也太快了 我还没反应过劲 你就说完了 来来来 等会儿等会儿 再说一遍 没听着 您知道吗 这位先生 你知道 你这前夫多可爱 他门口运气 运气 然后呢 他就不断地背这两句话 不知道他多可爱 然后呢 我们会进来吧 他就运气 运气 运气 最后 运气不及掩耳直视 冲上来 巴巴巴说完了 忘了吧 您能当着我们 大家的那些大点声吗 我们把这一段话 作为我们的 一个记录 中间受了不少委屈 我心里记得 我心里都清楚 就希望咱完以后 就是想 不想一些不高兴的事 咱们高兴的过日子 忘掉仇恨 忘掉缺点 我们要想到的是 对方的优点 只有你去想到 对方的优点的时候 你才懂得 发自内心的 去赞的 去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